- 歡迎收看《燦爛時光惠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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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節目主持人婉中翔 《燦爛時光惠客室》是由公視新聞議題周期編恩 公民行動已經記錄資料庫我們聯合自播的網路視訊的節目 我們要帶大家從一些正義性的事件去了解背後非常重要的一些制度跟結構性的問題 我們今天節目播出的時候 其實勞基法的修正案已經通過了 我們當然對這樣一個修正的結果表示遺憾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工時上面 我相信在有些行業當中它的工時是會不斷的增加 但事實上在加班費其實也回到 就是變成並不是在所謂的增加加班費的方式在進行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結果我們雖然是抱持了遺憾 可是還有很多相關的議題我們必須要進一步的來去做討論 特別是在修法之前 時代力量的朋友曾經到總統府前面 那特別是所謂的禁制區當中去長達了這個一兩三天的 這樣的一種所謂的靜坐的抗議在大雨中 當然有很多人支持也有些人反對 那警方也因為這樣的一個做法 把整個的這個禁制區給擴大起來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當中就來跟大家談到集會遊行法 也要跟大家談到所謂禁制區的相關的議題 我們接下來要跟大家邀請到的是台全會的法務專員王熙 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王熙你好 你好老師好 可不可以先跟我們解釋一下這個集會遊行法的底頭 所謂的禁制區到底是什麼樣的意思 那時代力量的這些委員們或者是這些助理們 他們是不是也就是在原本在法律當中規範的禁制區裡面去進行集會遊行呢 就是在現在集會遊行法的第六條規定的禁制區 那確實就是規定說他立一些機關 那就像總統府然後還有行政院司法院然後還有法院之類的地方 那這些地方在現在的現行法是規定三百公尺以內 不可以集會遊行 那所以說現在的就是現在實在力量 那五位立委他們在總統府前面其實確實 依照現行法律的條文他就是在禁制區裡面集會遊行 所以當然在這個法律之下他是不行 那當然有個這個法律這個法條本身它是一個例外就是說 如果你經過主管機關核准那你就可以集會遊行 只是因為這一次就是實力的五位委員他們的靜坐期間沒有經過核准 所以說實應的依照現行法的解釋的話那是不行 他們是不行的 就法論法他們就是違反了現行的集會遊行法 那這樣子警方去做相關的這種所謂的驅離 或者相關的管制的動作這樣子不行嗎 這不就是應該去依法行政的做法嗎 不過其實當然就是如果是依照現行法律法這樣做是 看起來是都合法 只是問題是我們用如果我們依照就是公民政治權利公約 就是兩公約的精神或者是其實如果我們看大法官718號解釋 本身其實這樣子的應該說整部集會遊行法這樣子的制度其實是會有些問題 因為在兩公約的話是規定說只要你是和平集會的話 那你不應該受到任何的阻礙 所以說現在這一次實力五位委員他就是坐著 那單純靜坐的話其實應該是符合兩公約這種保障 那當然這句話應該說很多次就是兩公約在台灣是國內法 所以說內國法的話的狀況之下我們應該也需要遵守 有需要遵守兩公約的地方 那所以說如果只是五位委員單純靜坐的話其實 警察這樣的驅離是會有問題 那當然警察他現在依照的驅離其實就是 集會遊行法本身有命令解散權他可以用 那還有警察執行刑施法 那還有他這次還有用道路交通條例之類的 總之就是其實有一些法律裡面會有一些警察可以用的法條 那他就用這些法條當做他驅離五位委員的法條依據 那當然你實應的看現行法條條的話 其實警察這樣做他也很難你就算說他有問題 可是會很難在法律上防禦說到底哪裡有問題 待會我們也許再回過頭來談包括像警察執行刑施法 跟相關的這個交通的法律再來做詳細的這個討論 不過在這一次的這一種所謂的圍城的範圍當中 雖然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的確在禁制區的這個解釋上面 他們可能真的違反了這所謂禁制區的相關的規定 可是其實這一次的圍城的範圍事實上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很多人覺得說這樣的大的範圍其實已經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則 那這樣的一個因為禁制區而去擴大這麼大的範圍是合理的嗎 當時的擴大的範圍到底有多大呢 呃我自己是沒有自己現場去量過那有些有些朋友就是後來聽他們說 就是其實好像有當然有人看到是有超過本來近 因為禁制區規定是300公尺那有人看到他是覺得有超過 可是有的人就是覺得有的人會覺得他好像警察其實有 他有在就是小心翼翼的遵守那個300公尺所以他其實尾雖然就是看起來超級大 可是他有在盡量讓自己不要違反那個300公尺的 所以其實警察自己也知道說他自己不能夠違背 警制會有刑法所以他其實尾儘管看起來很大他是盡量依照的300公尺 那當然他其實這一次依照那個我們看到中正義分局的公文 他其實上面不是寫集會有刑法然後他所以他在管制喔 他是說我依照的是警制法26條跟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的第六條 總之他是用這兩個法律當作他管制然後圍巨馬的依據 然後做交通管制所以說其實在禁制區之外他其實是用了更寬廣的 就是一些更授權他更多的法律去做圍城的動作 嗯那這樣子其實剛剛談的禁制區似乎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嘛 就算我今天不違反那個禁制區的相關規定或者是在那個之外 我還是因為我自己在警方可以因為他現場的這種所謂的判斷 來去決定這一種所謂的相關的圍城的範圍或是管制的範圍有多大 包括你剛剛談到的這個警察職權行使法或是道路相關的這種安全規定 那這樣子不就是跟集會遊行的一些基本的概念會產生某種的衝突嗎 其實就是如此就是現在我們其實很普遍的看到就是 就是行政機關或是反對集會遊行應該要擴張的人 他們會覺得他們會認為集會遊行跟公共秩序或所謂交通安全啊 或者是甚至譬如說總統府還有國家安全的問題會 原首有原首的偉安那總之就是像國安啊秩序啊這種東西是很多人會拿來當作 反對集會遊譬如說反對集會遊行在某些地方進行的理由 可是如果我們考慮到集會遊行的本質它是為了要激起某些不方便或是某些 它是要引起某些注意的時候那其實某程度的被打擾的公共秩序 或者是或是被被被截斷的不方便這些事情是如果我們想要有一個好的集會遊行的環境 然後這個好的集會遊行是為了要讓公民社會更好發展的話 我們是應該要容忍這個狀況這個現象 所以不應該說我們為了我們把公共公共秩序當成一個像是神主牌 然後全部的集會就全部都被當作它事先就是被印象就是負面的不好的東西 然後我就先把它當作都是危險的事情然後都排除掉 不過有些在主張廢除集會遊行法的朋友他們其實也會提出說 那其實用相關的道路安全的法律去做規範就好了嘛 那可是如果真的是用所謂的相關的道路安全法律去做規範 它不就會出現這一次時代力量的這個立委被圍成的這種情形嗎 那這樣的一個還是真的是一個比較好的做法嗎 從一個集會遊行法假設廢除的狀況底下 這樣的一個法律似乎從現實的經驗當中 它未必是一個比較好的做法不是嗎 其實我們考慮到現實的話就會有這剛剛老師你說的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因為集會遊行法在立法以來經過很長期的衝撞 所以說其實法院已經漸漸有形成一套集會遊行的判斷標準 可是像道路道路條例還有禁止法 它其實沒有經過還沒經過這個過程 所以說現在就是像之所以剛剛我提到那個警察公務公文的時候 它之所以會把全部的就是把道交禁止啊通通列上去的原因就是因為它覺得 其實現在法院認定警察它的它的這些管制行為合不合法 它都很形式的看待 只要那個只要譬如說它的公文上面就是這些東西都列上去 法院就會覺得喔好那你就有法院議局了 那我就我基本上就會基本上法院就會比較偏向行政機關的做法 所以說像警察就會覺得好啊既然我只要列了法院就會就會讓我過關的話 那我我何不這樣繼續做下去呢 所以說集會遊行法並不常這樣做是因為法院已經開始實施審查 可是像道路交通條例跟禁止法還沒有經過這樣子的標準建立 所以說它被濫用的情況其實在現在很嚴重 那我們會認為不管是你要廢除集會遊行法或者是 或者是把集會遊行法修成保障的法律之類 我們其實都覺得這樣很OK 那當然我們其實就是因為考慮到現實上有這些狀況 所以說認為說如果你把 如果譬如說你要廢法或者是你要修保障法的話 你可能其他的法律的配套一起做好 要不然其實實際上就是集會遊行的權利沒有辦法受到完整的保護 所以那個配套會是什麼 假設真的是要去保 不管你是不是變成集會遊行法要廢除 或是變成集會遊行保障法 但是必然會面臨到這種所謂的道路安全的這種相關的法律 他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做他自己認為合一的解釋 但是你又提到要配套措施 那個配套措施是什麼呢 要不然其實他還是有這種很大的解釋範圍不是嗎 對其實理想我們的理想如果長期來看的話 當然就是警察的法制教育要做好 就是警察他們應該要在適用法律的時候 他們有正常的法制教育之下的想法去使用法律 然後他應該要去保護自己的集會遊行 譬如說 譬如說就是其實他在 其實他在法律裡面會直接規定說 在法院上面的 法院上面如果你要訴訟的話 那個集會遊行這件事情應該要被高度的考慮 那另外就是 因為在這個草案 這個保障法的修法草案裡面 他基本上把許可制刪掉嘛 那改成報備制 那意思就是說 去報備的人他應該可以取得一些好處 那譬如說像 要求警察協助交通管制就是一個好處 那透過這個方式其實就是警察來管交通 那這樣的話交通的阻礙這件事情其實就是 譬如說集會遊行會造成交通 交通擁塞啊 這件事情應該可以降到最低 那這樣的話就是應該有辦法讓 警察用交通為由 然後來禁止集會遊行這件事情的發生可能率降低 那當然是就是大概是這種方式來 來確保說集會遊行可以順利的進行下去 不過這次比較諷刺的是說 他似乎是在某種的維護交通 可是警方似乎是在某種程度的維護交通 可是事實上他是擴大那個交通的這種管制的範圍 反而是讓交通更為混亂啊 這是一個非常調革跟縫製的地方啊 其實就是有趣的就是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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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做到做事情 就是警察他可能受到長官的指揮之後 他做出來的事情其實是 他用出來的理由其實可以看出來就是他有點自相矛盾 那其實突顯的事情就是 警察其實是他的 譬如說拿交通或是拿公共秩序 其實是為了要為了要 是為了底層要去遂行上面指揮官的旨意就是 其實像柯文哲他前幾天承認說他 他他下令要驅逐五位立委 那他的理由是用交通要通 可是其實不過假設我們來個類比 就是元旦的元旦的交通管制 其實也是很嚴重的擁塞嘛 然後人潮都會湧向市政府去跨年 那這件事情其實 柯文哲就不會因為這樣 柯文哲不會因為這樣的事情 要下令驅逐這些人 可是他在實在戀安五位委員 坐在那邊的時候會下令驅逐他們 其實就是因為對於集會遊行這件事情 他們還是把它當成是一個危險或是負面 或是不好或是社會亂源之類的 這種想法 所以說 所以說其實是因為那樣的想法 他們要把這個 他們想要 所以他們才目的是設定成我要驅逐 集會遊行 而不是因為我真的是覺得交通這件事情很重要 那當然這就是警察 或是 或是執法機關他們在做 他們在做這些驅逐的時候的矛盾的地方 所以就是我們 希望指出這樣的事情來 讓行政機關自己想 自己想看就是 你的執法其實並不是像你說的那樣子 冠冕堂晃的理由就是了 恩 恩 這其實反映出非常有趣的一種心態 就是他並沒有把所謂的集會遊行 當作是民主社會正常化的一個現象 相反的他有一個預設就是 你今天集會遊行 他可能會發生公共危險 但是因為這個公共危險的這個緣故 所以就必須要先做某種的管制 甚至是過大到一種不合比例的這種管制 這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一種在心裡的狀態 當然我們也知道 集會遊行他的確有可能會造成這樣一種危險 可是任何的一種集會 不管是不是抗議的集會 也會造成某種類型的危險 可是他並沒有用同樣的標準去看待它 而這也反映出說 這個其實是一個民主社會裡面 抗議上街頭是一個常態 可是似乎在一個已經民主化到現在的台灣 這還是一個被認為是一個有點讓警方 或是任何社會大眾會產生某種的恐懼的行為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到現場跟他談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在於說台灣的集會遊行法一直還沒有修 可是這個跟過去蔡英文或是民進黨 所做出來的承諾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落差 那在台灣在這個禁制區裡面 似乎被認為是一個違法 可是在其他國家他們的集會遊行規範又是什麼呢 他們對禁制區的看法又是什麼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歡迎收看本週的大元載報新聞 韓國Hydis勞工和永豐瑜集團的勞資爭議至今還沒平息 Hydis勞工於12號在韓國青瓦台夜宿抗爭 而多年前Hydis工人來台抗爭遭到驅離後 被移民署限制入境三年 因此這次由韓國勞工團體代替Hydis勞工跨海來台 抗議永豐於違法解雇 他們指控Hydis去年已經遭韓國法院判決非法大量解雇 而Hydis每年平均賺近20到30億 但資方寧願繳繳數十億韓元的保證金 終止履行法院判決 也不讓勞工復職 甚至還對勞工提起高達26億韓元的民喻毀損賠償 惡意打壓勞工 勞工團體呼籲 Hydis工人的處境不是他們自己的問題 各國勞工應該共同對抗財團剝削 而對此 永豐於旗下的元泰公司則回應 目前韓國民事法院還在進行勞資調解程序 雙方都相當有誠意協商補償及和解方案 韓國勞工團體則轉述Hydis勞工表示 等到今年6月解除入境台灣的限制一定會再來抗議 國道收費員在前年與蔡政府協議 以專案方式補貼遭不當資遣的收費員 不過自救會控訴蔡政府事後片面縮減協議內容補貼額度 而在去年提告後 政府非但不願履行協議 還在訴訟答辯中扭曲事實 9號下午開庭前 自救會成員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外抗議 自救會表示 當初與蔡政府簽訂的協議函 第一點是專案補貼 以1.6基數乘平均工資乘年資為計 在工作安置部分以不低於1萬元乘60個月為原則 並補貼自救會會員交通費等600萬元 但沒想到蔡政府卻違反承諾全部跳票 對此勞動部則強調 國道收費員補貼金額沒有減少 並且補貼並不是按照個人年資計算 而是針對每位收費員的狀況 足以審核做合理補貼金額並非承諾跳票 由台灣移工聯盟主辦的移工大遊行在7號登場 有一千多人走上街頭 除了反對移工薪資和基本工資脫鉤 這次更要爭取政治權 呼籲政府在勞動政策制度上 也應該讓移工有表達意見及決定的權利 台灣移工聯盟指出 外籍勞工已是台灣勞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卻難以對政策表達意見 移工聯盟認為 權力保障不應局限於國族框架 非公民對攸關自身權益的政策 也應該有參與的權利 因此他們從去年9月在全台灣設置20多個投票點 邀請公民與非公民針對三項議題進行投票 包括家務勞工應該有法律保障 廢除外勞仲介制度 以及移工可以自由轉換雇主 投票結果顯示同一票都獲得超過一萬張 移工聯盟希望呼籲政府 社會發展要由公民與非公民共同決定 歡迎再次回到Channel時光會各式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在剛剛大雲載報新聞當中 我們看到國道收費員 有再次召開記者會 他們抗議這個蔡低文政府 對於所謂的之前的協議 其實並沒有真正的去旅行 其實我們在節目當中 有跟他談到過 國道收費員他不只是一個純粹的賠償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承諾 旅不旅行的問題 這其實還包括了 有關於整個台灣的產業界 或是台灣的政府對於所謂約聘雇 勞動這種非典型勞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常常在帶頭做這一種違法 可能是違法甚至是包括了這種對勞工這種不當聘雇的這種情形 我們也會持續的關心這樣的議題 接下來再回到我們的節目的這個主題 要跟他談到的是這個集會猶新法 在上一個禮拜 這個時代力量的委員 其實在總統府前面抗議 最後是遭到驅離 而這個有關於禁制區的討論 也引發了很大的爭議 在節目市場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台全會的法務來跟我們一起 王熙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王熙你好 老師好 各位觀眾好 我們剛剛有談到台灣的禁制區相關的規定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看到的是這個這樣的類似的委員 他們假設是在清華台 或者同樣是在百宮前面去做進座 也會遭到同樣的待遇嗎 其他國家有關於他們的集會猶新法當中 有關於禁制區的規範又是什麼 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其實老師剛剛提到清華台 韓國其實就是比較跟台灣比較類似 應該算是應該算是集會猶新法 台灣在立即留法的時候 當初很重要的超的一個對象其實就是韓國 韓國它其實就比較像台灣它有集會的刑罰 然後這個雙門規定集會的刑罰 法律裡面它有規定禁制區 然後也是有類似的範圍 而且韓國更嚴格的是他們有夜間不准集會 然後也是有驅離的手段 就是他們其實規定比台灣更嚴格 那可是其實我們看過像清華台發生過就是 像普警惠的普警惠他在被抗議的那個時期裡面 其實之所以民眾可以接就是在清華台附近集會 是因為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首尾的法院 他允許了群眾在清華台那邊的集會 對那其實韓國的集會的刑罰雖然很嚴格 不過曾經也有過就是有人去申請 就是申請釋憲說韓國的就夜間集會跟禁制區 到底有沒有違憲那當然雖然說有遺憾 是韓國的韓國的大法官最後判定沒有違憲 不過在譬如說夜間集會那一次的就是審查裡面 其實因為他們有9個大法官那是同意跟不同意是 同意違憲跟不同意違憲是4比5 就是其實票數蠻接近 那其實可見的是其實這個爭議在韓國也並不是沒有存在 那另外如果我們像提到白宮的話 其實美國因為像美國他是聯邦政治那其實 就比較不像台灣他是有同意的規定集會有型 他其實是各個各州各個地方他們自己去處理說 我要怎麼管集會有型那以白宮所在的那個哥倫比亞特區 就是華山頓特區來說的話 其實他是確實在這個地方有一個法律 就是專門在規定集會有型 那可是其實這整部法律裡面 他其實沒有規定說哪些地方不可以集會有型 那他而且整個法律裡面其實特別強調說 好雖然說可能在其他法律說有規定 哪個地方不可以隨便的任意進出啊 可是一旦這個人群是在集會有型 在表達政治訴求在表達他自己的訴求的時候 不應該單純因為這些人站到了 違規定不准不准進去的地方就開始驅離他們 一定要在其實整個就是在 哥倫比亞特區這個集有法裡面強調非常多次 他他他一直說 你要再等到這一群人開始真的出現犯罪行為 或者是可能有危險性 那他的意思其實有指明就是說 譬如說他們開始在路上鬥毆之類的 這種真的是犯罪行為 刑法會管道的犯罪行為的時候 你才可以開始對他們進行強制驅離 就是在美國的 所以說假設是在白宮的狀況的話 其實是這個樣子 就是你一定要人群已經到了就是犯罪行為的時候 你才會被驅離 那不然的話你其實在白宮前面集會 即便白宮他可能有一定的範圍 在白宮裡面不能進去 可是你站在那邊也並不會 因此就立刻被驅離 所以其實跟假設實在立揚的委員 他們是坐在白宮的話 他們單純一直坐著 其實在白宮說不會被驅離的 這是在 這是在美國的狀況 那另外還有像 德國他們其實 德國也是向台灣有一步其實會有刑法 只是他規定的 他規定的區域就 比台灣少蠻多 那有他有規定議會是禁秩序 不過其實在德國是有他的 就是歷史上的原因 因為德國在議會 曾經有在議會發生過跌寫的案件 就是 詳細我不太了解 不過總之就是那邊曾經出現過 就是有人死亡的事件 所以說 最後在議會 議會跟法院是唯一 唯一兩個 在德國不可以集會有行的地方 那其實各個國家看 如果我們看各個國家的話 會發現到大概是韓國 韓國跟台灣算是比較 區域比較多 然後而且你站進去之後 又會立刻會被驅逐的 比較典型的國家 所以說 有些人可能會說 你看其他國家有禁秩序啊 可是我們 可是我們如果去仔細看 其他國家法律的效率 其實並不是像台灣一樣 就是你站進去之後 立刻就會排除 其實這件事情在世界各國 反而是沒有那麼常見的 反而各國是會很強調說 如果你是集會有行 那我首先應該要保證你的言論自由 所以我應該要在 即便那個區域 可能有某些管制規定 可是我應該要先容忍 你在那邊進行你的主張 而不是我立刻就要把你排除 這個假設跟我們剛剛談的 其實是幾乎是完全相仿 就是台灣的警方或台灣的政府 會把這個集會有行當作是 它可能會發生的 某種的這種危險公共危險 但是它不會先把它施考成為 它可能就是一個言論自由 在民主社會的表達 不過回到一個現實的狀況 難道那些國家 包括你剛剛談到美國 或其他國家也好 他們不擔心這些群眾 會有比較出這種所謂激進的行為 或者是直接去攻擊這種官屬 或是攻擊白宮的情形嗎 嗯 以美國來說的話 譬如說其實還蠻多 可能他們有一些鄉民會喜歡說 譬如說用某個台灣情況 然後留言說 你看這個人在美國早就被打死 可是假設我們就先不要 就先忽略說前面其實他們要 惹警察要使用幾切 在美國其實有還蠻嚴格的規定 那假設我們先忽略這個部分不談 我們光看事後就是打人的警察 其實在美國 美國的警察不像台灣 他其實受到事後追溯的機率是非常高 而且賠償的金額也是非常的大 所以說其實光是這個在事後就責的部分 其實就已經不像台灣 他是會對個別警察就責 所以其實對於警察是會有一定的拘束力 那如果我們看很多歐洲的罷工的新聞 或者是抗疫的新聞 會發現其實他們的手段跟台灣 比起來算是差蠻多的 就是其實像丟直汽油彈 或者是攻擊車輛 對或是放火之類的 其實這件事情在其他國家是蠻常見 那最近其實有一個應該是UDN的 就是轉角國際他放了一張圖 其實就是英國他們在每年的 每年1月其實好像就是罷工的旺季 那在那個時間就是大家會可能很多 因為鐵路工會相關產業工會的人就會去罷工 那其實大家就是默默的等 然後其實沒有警察會去對這樣子的集會進行任何的動作 所以說其實確實沒有國家看待集會友情是不一樣的態度之下 其實大家執法的強度是差很多的 那台灣其實在這樣的狀況看起來其實是 他其實算是比較警察會花費很多很多的力氣 雖然可能不像威權統治的時期 他會立刻的開始強制會把人脫走 可是他仍然會一直緊緊的盯著監視著這個集會友情 然後一旦有收到的命令的話 他會立刻的他會立刻的執行 這一件事情還是沒有改變的 的確我們可以看到在台灣政黨輪替之後 在有關集會遊行的這個問題還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這個其實在1月8號的時候 台權會曾經發了一個聲明來去譴責民進黨的做法 甚至也寫信給這個兩公約的這個審查委員 還包括這個自由之家 你們的訴求是什麼你們為什麼要寫信給這些人呢 我們正在你這個信 那其實其實就是因為在台灣有進行過 進行台灣在地的兩公約審查 所以我們當然其實我們也是考慮到台灣的國際現實 其實就是台灣的地位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說在國際組織上面參與其實非常的困難 所以說我們基本上是透過像我們自己舉行兩公約的在地審查 這樣自己來讓國際的人權標準有辦法有介入台灣的可能性 那寫信給兩公約或者是自由之家 其實就是希望就是這種軟性的 然後它可能不是一個官方正式的管道 可是譬如說兩公約的審查委員其實蠻有 蠻有作用的原因就是因為兩公約的審查委員 他們四年來台灣一次 那他們可能對台灣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那讓他們知道新世界的發展 可能對於他們之後 要對台灣再進行下一次公約審查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了解 就是台灣其實並不是表面上看起來總是好像 譬如說我們隔壁就是中國 那樣的對比 會好像覺得台灣是個很還算是民主的國家 可是其實在這個民主的過程之後 會有一些會有一些倒退的狀況發生 那我們希望這個狀況可以讓 有國際標準的介入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才打算說要寫信去 像簡單講可能是個告樣狀的動作 最後一個問題請教王熙 其實我們知道台權會其實長期關注台灣的人權問題 也包括集會遊行的相關的議題 我們也在節目當中也跟台權會的市議場 也討論過台灣集會遊行的這個發展 民間長執政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集會遊行的頻率其實也蠻高的 然後其實在管制的手段上面 似乎跟過去有點點不太一樣 特別是我們看這次讓我覺得比較驚訝的是 記者要去採訪他還會有某種所謂的 世大報等等的這種限制 甚至民眾要去提供這個所謂的相關的物資 也被阻擋在外 你們怎麼去看待這幾年台灣集會遊行的變化 特別是台灣的民進黨執政之後 對於集會遊行的態度跟他實際的做法 又有什麼樣的改變呢 我們會覺得民進黨會號稱自己街頭齊家 那其實自從民進黨在2016政黨民進上台之後 其實那個時候開始就已經有巨碼跟 那個時候還是還不是用巨碼 他那個時候有訂製一種新的矮圍牆 那那個矮圍牆其實現在如果是沒有用巨碼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就是都是用那個矮圍牆 那那個矮圍牆就是會鑽在地上 那看起來因為那個當 因為那個是政黨人體之後才出現 所以看得出來是新訂製的 不過在那個時候可能 那個時候可能因為才剛上台 就是可能還沒有那麼激烈 所以說基本上就是用那個圍牆 加上警察人力非常多的人強 那其實我們有注意到這件事情就是 因為在一開始政黨人體的時候的警政組長是 那個時候是陳國文 那後來就換成了現在甚至這一位是陳嘉欽 那陳嘉欽他其實以前是高雄市警察局的局長 他的代表座嘛 他的行政代表座其實就是愛與鐵血系列的官方 其實看了其實在警察內部其實有這樣的評價 就是陳國...陳嘉欽是一個 比起陳國文他是一個會更加 他會更加的可能算是討好 或就是會比較更加的配合上面指揮的要求 所以說這一次 尤其是到陳嘉 其實本來在人牆上面使用已經耗費很多人力 那等到陳嘉欽上任之後其實那個人力 基本上已經是浮爛到 然後浮爛到一個還蠻誇張的地步就是 就是警察輪班都沒有停止下來 然後一個警察就要站非常久 然後每一個地方都會放置警察 那其實在這個部分除了民進黨他們因為 他們自己知道他們可能知道團體會 攝影團體會去哪裡 所以他們知道要賭哪裡 所以非常緊張然後嚴密的把地方賭起來之外 其實某程度也跟就是警政署長就是首長他的行政風格也有些關係 那其實這個加重起來其實就是導向一個很蠻遭到後果 就是抗爭 抗爭因為人力非常多 所以他可能就不得不伸強他的行動強度 那警察在這樣子非常高強度又長時間的執勤 其實他其實對於警察本身的就是整體警察的就業的工作的環境其實也是非常差勁的 就是 演出上前幾天其實就有流傳一個網友他照了一些照片 那他有一段照片照到警察 那他跟警察就是警察過來還是在問他說你要幹嘛 他就說我看看沒事 然後警察就跟他說你們還要來喔 我來這邊已經好幾天我好想回家 就是警察忍不住說出這樣子就是他快要累死了的發言 就是可以看見的是警察在這個狀態之下其實同樣 跟抗爭人其實同樣受制於 受迫於國家機器運作之下的壓力 他們其實也配合著被迫要配合這樣子 基層員警被迫配合這樣子的出勤 然後其實他們一樣其實也陷入過勞的狀態 的確我在這種情況底下這個警察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當然這個辛苦的根本的原因其實可能要回到這個所謂的 號稱自己是所謂最會溝通的政府在英文的身上 我想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你要溝通 怎麼會是用巨馬溝通呢 如果你要溝通怎麼會把人民阻擋在外溝通呢 如果你要溝通怎麼會去提高這種所謂警備警力來進行溝通呢 民主社會集會遊戲是一個非常正常的不要把人民當作它一定是破壞者 而你應該回到我頭來傾聽人民的聲音 今天非常謝謝王熙來接受我們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跟你請教相關的問題 謝謝我們下禮拜公眾再會拜拜 我們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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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天空的眼淚 吸過了世界 愛來不及發現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遇不見 心中的黑暗 掩盖了希望 忘记要相信 生命的动力 是原子梦 万千走 继续的去梦想